在马来西亚彭龙州关丹 这些志工每三个月都会举办议诊 为难民免费看病 整个东海岸区至少也有五千多个人 这些难民 而真正有病的多少个人走出来 来看病的真的是人数是非常的少 所以希望是说这样的议诊 能持续的带出来 接引更多的菩萨来做志工 我找小孩子 我们不是六个月病一次 五个月病一次的 他们每天都有生病的 所以这种难民是没有钱看医生 我们希望每天都帮到人了 在帮一整个当下 他们在等候 等候期我们就趁这个姻缘 我们就介绍竹筒 我们就叫他回去 这样每天有自己一个祝福 5线也好 10线也好 20线也好 所以自己一个祝福 多两个月带回来 最终回娘家 然后就帮其他人 我们有准备了很多个 那个环保的篮子 给他们分类 来一整个的时候 这一次是要他们 自己带回来放 跟着那个篮子 有什么东西可以放 这个游戏比较动态 然后小朋友很喜欢 所以在游戏里面 有带出了这些环保的元素 他们很快就学到 怎样去分类 守护难民健康 志工也鼓励乡亲们 及时行善 透过翻转手心 做个有福之人 大约新闻 真山美志工 廖敏宇 马来西亚报道